你今天要公蝦餃還是母蝦餃 今天你公蝦餃 哇這一集厲害了 大家已經被這個聳動的標題騙進來了 我覺得蠻精彩的 我跟你講這個標題一點都不聳動 我也覺得不聳動 今天這真是真人真事發生的事情 我在這邊發誓絕對是真人真事 今天這一集所講的每句話絕對是真人真事 就是這一位當事人 親身經驗是家中的長輩 某一位長輩 今天我們要聊的就是家中長輩 很多長輩 媽媽爸爸阿姨阿姨叔叔阿 這些長輩們的衝動行銷費 對以前小時候都叫我們說 那個要節省一點 我們下課去買個糖果餅乾吃 不行買小包的就好 不要買大包的 我們衝動那個十塊二十塊的 他們衝動十萬二十萬 幾十萬幾百萬在花 好可怕 不得了 好我們今天好好的聊一下 好不好 這位當事人是這個 我們大頭佛家中的一位長輩 某一位長輩 但是不好說是誰 不好說是誰 不好說是誰 好啦我們來細數一下 他做了什麼好事 是這樣子 我大概把他的衝動行消費分成四大類 他消費到可以分成四大類 第一個衝動行消費 他買了什麼 第一類是各種直銷 直銷 基本款 對 我們身邊也是有蠻多人在做直銷 有啦有啦 直銷也沒有不好 他們裡面有些產品也是蠻好用 也OK 不過直銷就是要量力而為 量力而為最重要 對 那我這位長輩呢 因為他常常是耳根子很軟 人家講什麼 他就覺得我一定要買 你看看這罐真的好小 所以你有點分岔會可以用嗎 買買買買買買買 而且一次次買一箱一箱這樣買 一定是一箱用 因為直銷通常會鼓勵人家加入經營權 對 所以你就是要有固定的消費 雖然我那位長輩 他沒有再賣給別人 他沒有賣給別人 他直接買來自己用 他是覺得說 既然人家要我做人情 那沒關係我就做人情給他 然後就會買一堆東西 幫人家做業績 放在自己家裡 欸不得不說我去你家的時候 等一下 所以這位長輩是住你家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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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那個地上真的東西一箱一箱一箱 然後沒用完 我在想說奇怪 你們家都那麼愛囤貨什麼 比較知名的人幾間 人家說 我有 有 對 人家都會專精於某一個 沒有 沒有他都啦 而且他是消費而已 他沒有在經營 他沒有在經營 幫人家做業 有會原證來的 然後呢 通常就是吃的用的擦的 絕對都有 然後像我現在介紹一些比較特別 也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像是有金油 金油 就是放在芳香劑裡面會這樣 金油也有直銷 還有藥酒 藥酒也有直銷 藥酒不能亂賣吧 所以才要用直銷啊 他沒有辦法在一般通路 所以他就不是那種資靈的大廠直銷 是那種 還有最誇張的就是 鹿的胎坦樹 鹿胎坦樹 你說小鹿斑平那個鹿的胎坦樹 如果他買什麼我不知道可以不可以亂賣 是誰賣嗎 他最後有吃完嗎 當然沒有 第一類像是我們直銷類的 大概花了多少 我保守估計大概就是 150萬 你多久了 20年 這20年來 不是一次被騙 等一下 我覺得一次消費就算了 他可以陸續續續學不乖 二十年來一直被騙 一直有新產品嗎 有新單位出現 第二類是各種投資 投資合理啦 像我們都會買股票基金 買黃金保險都是投資 如果是這種看得到的 或是說這種股票有保障的 那我覺得就算了 比如說你來台積電中華電 那你投資合理 合理合理 所以我這位長輩的投資 他投資是什麼 比較另類 像比較傳統的 就是像他頂墊 頂讓墊來做 那也合理啊 因為他想做生意啊 對啊想做生意啊 但我跟你們講 他頂過理髮店 然後餐廳 他頂過理髮店的餐廳 但他不會剪頭髮 也不會 他不會煮東西 也不是料理 他炒飯又生米去炒 炒了一兩個小時 哈哈哈哈 那我真的很久 他頂理髮店呢 可能他有當設計師的想像 噢的夢想 他就把那器具買來這樣子 買來然後請師傅來 對然後不到一個月就覺得 噢不行他自己沒有這樣的天分 然後就還你還你 再把那個電話還給人家 頂墊都是幾十萬要吧 要喔 都是幾十萬這樣子的 如果你有這個技術 我覺得頂墊是非常OK的 然後認真做 對 做出知名度嘛 除了頂墊這種的投資 還有像是生前契約 生前契約也 也合理也常見也都很投資 因為他們賣的不是生前契約 他們說他們賣的是通路 通路 通往天常的道路 合理 哈哈哈哈 然後你一次就要買 五個十個生前契約 你就可以當經銷商這樣子 然後再賣給別人 好我先便宜買進來 買十個契約 就是有塔有服務 對 然後我再賣給別人 一個切吉也是幾十萬喔 很貴 我都不可以看 我都不可以看 但他會說我幫家人都準備好了 你還想說好像很合理 合理啊 對啊 那我覺得這還好 你沒有一個人而已 你要買十個幹嘛 那他最後賣出去 沒有 他就不愛做經營這件事 他只喜歡 他就是人情啦 喔 下一個就是 這真的是被騙 喔 這是互助會 互助會是 表演 不是 不是 表演 他可能會有一個會長 然後找一位會員 喔這個聽好了 大家可以學一下 假設你是會員 我是會員 然後你每個月交六千塊給我 對 然後交一年 那就已經七萬二了 然後你第二年繼續還是要交六千塊喔 每年這樣繳 但是你第二年開始 每個月會退你兩千塊 才退我兩千 我繳六千 然後第三年繼續繳六千 還有退你三千塊 第一年可以拿到兩千 每個月兩千 再來就是每個月三千 每個月四千 五千 六千 你到第六年你繳了六千 他退你六千 第六年打退 可是你前面一到五年那些虧損還沒有回來喔 對啊要慢慢回來 這跟買那個美金保單一樣 他比保單更划算 因為你第七年開始不用繳錢了 我不用繳錢 你第七年開始不用繳錢可以拿六千 所以你會慢慢回本 你接下來你領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每個月的六千塊 領到屎 這樣很划算耶 你還可以給你小孩領 不是要多划算啊 是不是 通常這種在第五年就會收 為什麼是第五年 因為第六年開始要給你更多錢 更多單啊 所以就吸金我保我就走了 對 所以我就希望他不要倒 一倒你就血本無歸 因為我曾經去那個護術會過 那會長的手在那邊倒倒倒 然後再收你會費 我心裡想說 這那種不靠譜耶 他磨了到六年嗎 所以他是一個很像辦公室的地方 就是很像辦公室的地方 然後你每次去那邊繳錢 然後他那個招牌就是一條 繳現金喔 繳現金喔 每次刷卡喔 沒有這刷卡喔 沒有會款紀錄的 就是一條紅帳這樣掛著 什麼什麼什麼護術會這樣 哇 對 我說好險 他繳了三年 這個護術會就倒了 這是好險 欸不然他沒倒 他先去繳耶 我們真的是覺得好險了 所以就跑了就沒了 對 血本無歸 這真的被騙了 傳統的護術會不是那個模式 對對對 南部是有表揮啊 這個很像那種保單 我們要做的 我們還是找到那種 有公信力的單位 各類投資 我保守估計 100萬了 喔100萬 保守估計 不止吧 我覺得應該不止 你太白了 我先保守 真的保守 要一個月一萬八 後面一年就快100萬 然後他再騙三個 保守估計 第三類 各種保健食品 喔這個最容易啦 最容易衝動消費買的 我告訴他們啦 要嘛就是看電視購物 要嘛就是口耳相傳 口耳相傳最恐怖 而且他們腦波都會很弱 一看到人家說什麼 又壓力了嘛 欸這鍋子好煮 買買買 也不管家裡有幾百個鍋子 已經變這麼高 還是嘛 各種就是從頭到腳指 各種醫療的食品 啊哪裡痛 哪裡痛 腰痛 乾痛要乾 一天要吃十幾到二十種 然後你到底在吃什麼 他就說喔這吃眼睛 這吃喉嚨 我覺得這無可厚非 因為我覺得 為了身體好 身體好 為了不要帶給孩子困擾 我們要保持健康 所以就會吃一些東西 這我可以接受 出發點是好的 但是通常 口耳相傳的商品 都沒有認證 沒有認證就是重點 你不要認證 你看那個包裝 你也不知道他工廠在哪裡 出出是什麼 什麼保險 全部都沒有 最扯的來 最扯的 買過最扯的保健食品 是水 水 這我聽過最扯了 你一定想說水每天都要喝 有什麼好扯的 水 喝個好水身體健康合理 我記得他講過這個我真的扯 多貴 多貴 一公升的水 一公升 一千五百塊 一千五 而且他規定你一天要喝一瓶 他先生可以治療各種疾病 各種癌症 你沒有病喝了強生健庭 你有病喝了就會慢慢跑 他裡面那個水的成分就寫水 然後一點綠化鈉 你就這樣 鹽水 就水嗎 加了鹽的水 這件水我們有上網去查過 他就是被開罰過好幾次 他已經被政府罰過 就是在騙人 就不能宣稱療效 他還是宣稱療效 結果拿給長輩看 長輩還說 你們小孩子怎麼辦 他就是因為怕被拔才不能寫 他是怕被拔才不能寫 他就是怕被拔才不能寫 喔對阿 我的確有療效阿 我寫了會被拔嗎 不然那怎麼辦 這邏輯 我有試喝一口 怎麼樣 很像那種游泳池的水 就是那種消毒水的味道很重 你的長輩蠻厲害 這樣也可以喝四十幾天 他覺得那是他身體不好 喝了以後才會有那個味道 那為什麼停 為什麼停就不喝了 因為我們強制他平常 太貴了 我覺得前世一回事 主要是他沒有任何營養素 喔就是水 但他覺得靠著那個水 他就可以身體越來越健康 這個類別大概保守估計 一百萬 真的太保守了 太保守了 好了就一百 就一百 對著家庭比較適合 就一百 最後一類最可怕的 而且叫不行 叫不行 回不來 第四類叫做奉獻宗教團體 奉獻宗教團體 其實我覺得人有信仰都是OK的 合理 合理 我們拜拜 捐個香油錢 點個光明燈 又是花一點小錢 OK 我這個長輩有曾經加入過某一個宗教團體 不是檯面上大家叫不出來 常見的那種 不是 絕對沒騙過的 而且他被加入的動機就是 這個宗教團體的人跟他說 欸我看你的面相 你已經沒有福德 你要趕快累積你的福德 好啊啊 這樣要舒服啊 我怎麼會累積我的福德 你要不開始辦法會 我要辦法會喔 對喔你要辦法會 啊要怎麼辦 我不知道耶 沒關係你拿錢來 我們幫你辦辦 喔這麼好我出錢就好了喔 可以只功德然後只福德喔 對啊你不是只有你喔 你兒子啊 你前世老都會贏喔 好啊一出要多少錢 那這個法會齁有小法會跟大法會 小法會又大法會 通常每個月都有一個小法會 喔每個小法會 大概就是2到3萬不等 大法會差不多10萬啦 啊10萬多久辦一次啊 對差不多10萬多的辦一次啊 喔一季又一次喔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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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齁 沒關係齁 你們兩個可以合資 喔好好好 到處我們一人出5 一人出5萬來辦個大法會 那你怎麼福德就一人一半這樣 喔一人一半也是可以啦 我畢竟出比較少錢 那法會在幹嘛 就是聽經念經啦 他聽講課這樣 就是信徒去然後聽師父講課 對然後大家一起念經 那頂多花個水電費 然後場地費 還有獎師費吧 最貴的是獎師費 OK人事費最貴 更扯的是齁 我這位長輩還買了一台車 來載這些師兄師姐 那台車後來就是有一天 停在這個法會的附近 就是什麼安全氣囊被幹走 被偷走就對了 後來就人低價賣出 鞋本無歸 又是一個鞋本無歸 太扯了 生命也是 人家都在做生意 然後有一個生命老師都算一算說 喔不行你們家每個人名字都互課 你課哥哥 你課妹妹 你課弟弟 你課爸爸 所以你們全部都要改 對 改名要多少錢 不要改名不要錢 改名不要錢 但是你要算可以改什麼名字這個要錢 喔 對 然後請老師來看要錢 老師看一看你家一定有不滿意的地方 那你改那你改這裡改 你要改也要錢 我那時候常常蠻多那種聖命師都會在電視上面 喔 欸我在家裡有看過他們來耶 他們都有來就來過對不對 哇 這一類宗教團體的 他們讓我保守估計是250萬 新車應該100跑掉 其他算命家家 來我們算一下喔 第一個是150 150 對200 我算你300啦 第二個是300 投資應該有300 再來寶劍算100 最後這個算命宗教150 250 250 總共是 800萬坑掉 我覺得長輩出發點其實都對 都是好 出發點 為了自己身體好 為了家裡的孩子好 為了家人好 出發點都對 OK 但切記要 亮力而為 亮力而為 真的亮力而為 不是不能買用完了再買 用完了再買 用完了再買 花到幾百萬去信奉一個宗教太誇張了 嗯 不要被制約啦 不要被制約 對對對 那最近 還 OK不是 最近你長輩還好嗎 最近長輩還好 大家都長輩都還可以 都還OK OK啦我覺得一家合樂最重要 我剛剛邊講 先邊在地上 健康就是福 健康就是福 好啦 以下開放我們大佛 現在要賣這個保健食品 也累了吧 大佛佛之水好不好 一罐子要賣你六百塊就好了 六百塊 六六大事 那你人生六起來 六起來 身體血液循環 六起來 你看氣色多麼紅潤 氣色紅潤 血液暢通 六起來好不好 你要被檢舉這個影片 我們賣水 我怎麼根本沒有說 我們可以